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蛋液倒入西葫芦瓜里 冷水上蒸锅 大火蒸15分钟 现在腿肉料汁 碗中放入食盐 白糖 生抽 再加点蚝油 甜面酱 清水浇匀 加入一勺淀粉 搅匀 切点蒜末 葱花 姜末 盘中准备一些干辣椒 起锅烧油 熬葱姜蒜 干辣椒炒香 加入料汁 炒至汤汁浓稠 汤汁变浓稠后 转火再用 蒸好的西葫芦瓜取出来 浇上汤汁 一道美味的鸡蛋西葫芦瓜就做好了 看起来特别好看 逛年招待客人特别有面子 吃起来软嫩清香香辣开胃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熬葱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美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